是观世音菩萨 这第七回向章 就是观世音菩萨 在华言经上所说的 论音经里面 观世音菩萨 耳根源同章 依这个法门修 修观音法门 论音经上讲的 菩萨怎么成就的 他用耳根 用闻信 闻神信 泛闻闻自信 信成无上道 这观音菩萨说 他怎么修成佛 用这个法门 就修观音法门 大慈大悲 见到众生苦难 立刻称书远书 千手千叶 不要这个意思 所以 火业 张道 把他说白 就是七线动念 分别自主 那华言经上说的 华言经上说的 七线动念是货 分别执着是义 你只要有这三样东西 你修学佛法 就难了 为什么 有这三样 你的心 不沉 不尽 真诚功尽 没了 佛能把这个事情 讲清楚 讲明白 无所畏惧 为什么 这些障碍 他全没有了 他统统断掉了 末后第四个 说净苦道 无所谓 佛有大众种 说戒丁慧 但 诸净苦之正道 而无畏惧 世民死争无畏 那是什么 前面是指导苦 什么方法把苦断掉 这就是净苦道 这个方法就是戒丁慧三十 三学六度 普贤菩萨实运 三学是总纲领 一切佛法 离不开三学 所以你看大藏经 他的编辑方法 经律论 律是戒虚 经是定虚 论是会虚 离不开三大纲领 我们要是把戒 我们要是把戒 写掉了 不持戒 这怎么行呢 不持戒 你怎么能得定 清净心是定 平等心是定 你不持戒 你不持戒 清净平等 你就不能恢复 没有清净平等 你智慧就不开 后面那个戒 是大彻大悟 明信见信 这清净平等 就此 平等清净 就现前的 古报 就是经体上面 大臣 无量寿 庄严 大臣是自信 本具的 不如智慧 无量寿 是得 庄严是向好 你看 华言经常佛说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 得相 如来的智慧 是大臣 得 是无量寿 相 庄严 全在经体上 彭基秦之四说 无量寿 仅仅是中本华言 没受错 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把华言停下来 赶紧把这部经 细讲一遍 我们一起在此地分享 在这个艰难当中 用这一部经 用这个方法 一心 一心致命 经里面的文字呢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我们就能解决 灾难 解决自己的问题 也帮助社会 也帮助这个地球 化解灾难 这无量功德了 我们要知道 要努力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